让这些经济困难的年轻子弟 他们去银行借钱 我们要把他的利息降到最低 甚至所有的银行 都不向学生收任何的利息 韩国瑜又开支票了 这一回他说当选总统后 助学贷款免利息 政府买单瞄准青年选票 40万 以至39万8千人 他钱还不出来 蔡政府你没有看到吗 国民党立委跟着附和痛批蔡政府 不顾年轻学子 无法苦名所苦 而根据教育部资料统计 现在助学贷款 每学年就有27万人申请 贷款金额超过203亿 而还款中的还有88万人 政府目前一年利息负担就有23亿元 现在韩国瑜喊出全部免息 等于一年就要负担39亿 他要的话 他的第二亿别金就可以用了 对教育部 他一年的预算将近2600亿 这个要不要做而已 为了一个不负责任 甚至他们连数据 人数 以及周期多久 都没有去做规划 连概算都没有 这样子的话 很容易变成会被纠据 甚至到时候真的台风天来 或者是有天灾毙地动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救命钱了 韩国瑜 抢供青年选票 韩国瑜大开撒笔支票 蓝绿对战 就看谁能打中年轻人的心 关于新闻 红锡宇 杨芷玉台北报导 我们就听见了 对 谢谢大家